大家好我是老爹 歡迎收看老爹玩PTG Yeah 各位觀眾 今天呢 我們來跟大家講解我們這次 即將發售的寶可夢 蒼空烈流 今天我們先講蒼空烈流 因為每一次兩個彈書一起講的話 片長都太長 所以我們乾脆分成兩部影片 大家就直直戚戚的看一下 OK那現在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這個 蒼空烈流跟摩天巔峰 即將在7月23號發售啦 Yeah 開心 那我們今天呢 同樣請到了CYO 來跟我們講解 一起看一下這個牌 來個CYO老師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我是CYO 好久不見 Yeah 好久不見 我也好久不見你了 哈哈哈哈 真的啊 明明就住在台中了 真的沒辦法出門可播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啦 這一次呢 他的摩天巔峰跟蒼空烈流 他這一次主打就是龍屬性 那他們用了一個龍屬性強勢回歸的感覺 來做 那可能只有玩過劍盾的人 不會知道龍屬性是什麼 所以我來特別做一個小小的專題 跟大家來討論一下龍屬性這個東西 龍屬性呢 他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真的是強勢回歸啦 算是非常強化的一次回歸啦 我們來看一下EX版本的 就是我們以前在黑白版的時候的龍屬性卡 他是怎樣子呢 他是落點是落龍 因為跟我們寶可夢一模一樣 我們寶可夢videogame他也是嘛 龍打龍兩倍嘛對不對 那後來出現了妖精系 出現妖精系之後呢 妖精系克龍 那就變成 妖精系打龍也是兩倍 所以就 龍可以打龍 那妖精系也可以打龍 這是以前的龍屬性啊 那後來劍盾推出了之後 妖精系跟龍系就都不見了 就消失了 那妖精系沒有回歸 反而是我們龍屬性先回歸了 龍屬性回歸呢 這一次真的是強勢回歸啦 他不只沒有落點 也沒有抵抗力 算有點廢話 因為原本就沒抵抗力了 但是沒有落點 我覺得是有點強啊 好不好 等於說 今天如果兩隻龍在場上打的話 你會找不出 打他兩倍的方式 所以龍的話 感覺接下來就會是一個 很頂很頂的屬性 跟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那再來呢 來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蒼空烈流的牌組 OK 那我們今天呢 當然就是先講主角啦 我們的烈空座 這張烈空座呢 其實我跟CEO老師一開始 並沒有很看好 因為 感覺他跟以前的魷魚走很像 就很像以前的龍奈的感覺嘛 但是其實 後來發現蠻多人在使用的 那麼我現在講一下效果好了 首先是小的烈空座V 小的烈空座V呢 他的第一招打40 龍之波動 將自己排庫的上方兩張牌丟掉 這給人的感覺有點像 以前的烈空座GX噴排的感覺 那再來第二招是打20加 若希望的話 將這隻寶可夢身上的火能量或電能量 選擇最多兩張丟七 一張成為80 那 他的這個招式 跟他進化的招式很像 不過他進化的招式 他沒有限制可以拔幾張 所以拔幾張都可以了 那再來 烈空座VMAX他的這個特性 蒼空波動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一次 將自己的手牌全部丟掉 然後抽三張 這個很強 這個很搭配洛智會長 因為洛智會長是 用填冷嘛 把手牌全部丟掉填冷嘛 那剛好我可以用特性 然後再抽牌 欸其實還不錯 那麼 石友老師你怎麼看這張烈空座呢 我們最早看的時候 覺得他們有很強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真的要靠 羊來幫他填冷 其實你要做到很多隻羊嘛 你才有機會 真的可以一直填到冷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很難 因為你光是要把羊做出來的話 你需要放很多的進化型的東西 像是通信 像是尋箱 才有機會 但後面呢 隨著更新的情報越來越多之後 他推出了一張新卡片 等等老爹後面會介紹 推出那張卡之後 我對他就有點改觀了 他應該是蠻厲害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綿羊好了啦 因為大家都會把綿羊 跟我們的魷魚來做比較嘛 那他們的效果基本上是一樣的啦 綿羊呢 是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一次 從自己氣牌堆選擇一張電能量卡 貼附於備戰的寶可夢 那魷魚呢就選擇超能量卡嘛 那魷魚以前有神秘寶藏 有寶藏來幫忙丟能量 那綿羊這次呢 是用裂空座的特性來丟能量吧 我想 用裂空座的特性丟能量感覺不錯 那 雖然我們沒有以前的寶藏可以使用了 不過我們現在有等級球 欸等級球也是可以抓綿羊的 所以感覺還不錯 好那再來呢 還有新增的這張卡片 我們的暴風與山脈 這張暴風與山脈 其實就是以前我們殘殘之丘的效果啦 殘殘之丘是 設置豆或設置水的基礎怪到後台嘛 那這張是設置龍或設置墊 剛好可以對應我們的裂空座V 跟我們的魅力羊 剛好可以設置這兩隻 因為他們都基礎怪嘛 可以直接用暴風與山脈設置出來 用它設置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只插進化薰香 或是用等級球就可以進化綿綿羊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以這個樣子來看的話 整套牌組會變得很完整很強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 日本的賽場牌組參考啦 這兩套都是有拿冠軍的 而且是剛好這幾天的牌組 給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是配火的 配火也可以耶 配龍皆攻其實天能其實也不錯 那西游老師看一下這個配火的呢 你覺得配火的強嗎 配火的主要就是 第一個你可以打的屬性會比較多嘛 你看他那個牌組裡面有放一隻希多蘭恩 他就是可以藏一個大包拔在裡面 所以還是有他的好處在啦 喜歡裂空座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 好 那麼我們裂空座就講到這裡 接下來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比較意外的卡片 暴鯉龍的部分 暴鯉龍呢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很看好他 但是日本蠻多人拿來打牌 還拿到店家賽冠軍的 所以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要介紹一下 暴鯉龍小隻他的效果 兩個水一個五啊 20乘雨 造成這隻寶可夢身上放置了傷害指示物乘以20 那再來他進化型呢 是破壞光線 120 選擇對方一個戰鬥寶可夢的附加能量丟棄 那再來第二招 三個水一個五 打240 那麼很多人拿來配我們這個水軍啊 但水軍是摩天巔峰的 所以我們之後再講 好 那西游老師自己怎麼看一下這張暴鯉龍呢 我看的時候第一個想法是 我四顆能打240 但我白馬兩顆能就能打250 為什麼我不要玩白馬 但剛剛仔細想了一下 其實應該跟客屬有關啦 因為白馬弱鋼嘛 對 但暴鯉龍弱電 你現在幾乎走在路上很難看到電牌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也有點關聯啦 但當然這種牌你去配雪龍蛾的話 就跟之前水箭鬼很像 你不太需要去擔心說可能能量不夠 那你一旦真的養起來的話 其實他的穩定性跟爆發力還是很強的 120 240 這360沒有人接得住啊 對 那可以配雪龍蛾跟美龍 OK 那再來呢給大家看一下牌組 日本就我剛剛所說的其實蠻多人組的啦 那通常就是配雪龍蛾軸 那也有人配千變軸 都有人配 那也都不錯強 比較讓人驚喜的是 他們都有放到這個回憶膠囊 我猜可能是想要學暴鯉龍的第一招吧 就是自己身上多少傷害打多少回去吧 我猜 就逆年的概念啦 所以感覺也蠻強的 那就給大家參考一下這兩套牌組 CEO老師自己覺得 如果是這樣子配的話 哪一套牌組 你會比較有興趣一點 我會比較想要配純雪龍蛾軸的 因為我覺得玩爆禮龍這個 一定就是要一發給人家一個痛快 而且你看這個人他還放鎚子 對他放鎚子 他就是怕自己填不滿三顆的時候 可以干擾一顆加敲掉一顆 你放四張鎚子 你期望值是大概中兩張嘛 你等於是 我只要有一回合球到兩顆 那其實你贏面都很大 那你甚至是對到剛剛是 練空做那種牌有沒有 人家是要一顆火 才把他發動 你把那個火敲掉 他頭就很痛 確實確實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所推出的鬼術 這張鬼術我覺得真的可惜了 他的效果是40乘以 看對方氣牌堆的支援者 一張乘以40 我覺得這招可惜了啦 有沒有聽說 40乘以對方的一個 氣牌堆支援者乘以40 聽起來好像燒靈現象 又很像垃圾崩塌 但其實兩者都不是 所以就弱很多 像我們的燒靈現象他是看對方手上的訓練家卡 那如果這張鬼術他的效果是 看對方氣牌堆的訓練家卡 哇 那就很強 就很猛啊 那如果說他復刻了灰塵山的效果 是看對方的物品卡 欸那也很強 因為物品卡我們常在用嘛 但是支援者我們一回合只用一次而已 除非我們是用抽屜把丟掉一大堆的支援者 不然通常我們支援者用的數量不多啊 那一回合只用一次的話 等於我們保底三回合 才有120傷害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片有點可惜啊 我覺得他做的有點可惜 對定位好尷尬啊 真的隨便改一個感覺都強一點 就草系的VMAX的話 可能還是墮倫強一點 欸墮倫無敵 可惜啦 那接著我們來看剩下的三張V 這張快龍呢 我覺得也算是稍微可惜了一點啦 就沒有到非常厲害 可是他的意圖蠻可愛的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火神鵝呢 欸反而是有一些火系牌組 可能可以放 他的第一招打20加 再給對手看過自己氣牌堆 所有的基本能量卡之後呢 增加其張數成為20 然後還可以把這些 基本能量卡洗回牌庫 所以蠻多火系牌組會選擇放的 就拿來取代可能火結晶之類的 好像也不錯 那再來這個哈雷姆 他就是真正名副其實的連擊啦 他的效果呢是瑜伽閉環 在對手的一隻寶可夢身上 放兩個傷害指示物 那若對手的寶可夢 因為這個招式氣絕的話呢 則這個回合結束 你可以再開啟一個回合 你可以再玩一次 那若自己的寶可夢 上個回合使用過瑜伽閉環 你就不能再使用瑜伽閉環了 所以你等 阿非他讓你無限loop啊 對他不讓你無限loop 他就只讓你用一次 但是你可以再來一次就對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次還推出了很多很強的小人牌喔 這兩張我覺得都蠻厲害的 首先是雷吉艾勒奇 他的招式打20 然後第二招打120 將這隻寶可夢身上 所附加的電能量全部丟棄 對對手兩隻被張寶可夢各打40 這張其實蠻強的 而且日本也有人拿來打電加賽 也拿到電加賽冠軍了 就純小人牌 那配我們的綿羊來天能 也拿到電加賽冠軍了 所以我覺得蠻有潛力的 畢竟你把電能量丟掉 剛好可以用綿羊貼回來 所以我覺得算是個蠻好的combo 那再來是 Ceo他蠻喜歡的 這隻雷吉澤拉幹 還是雷吉算了 就這個龍系的 龍系的鑄神 然後龍系的鑄神 他的第二招 兩個草一個火 打2004件 減少這隻寶可夢身上 所附加的傷害指數 一個減20 那如果是乾淨的狀態 你是滿血的狀態 你可以直接一拳 垂人家240 很大的一拳 那通常大家就是配轟雷金剛星嘛 那就是配我們的這個 速消走 用速消進化轟雷金剛星 這樣轟雷金剛星 天能量給這隻助神 那Ceo怎麼看這兩張卡呢 左邊那張 我沒有他打贏三神的畫面 所以我先不評論 因為我覺得打不贏三神的小人牌 沒有必要看 沒有看的價值 那右邊呢 這個我會拿他的主法 我是會搭配像現在的 爺爛書TT 就一樣你是後攻牌 然後你進化轟雷金剛星 然後接下來下回合 你就可以20042004一直打 是可以的 然後對上三神的牌組的時候 通常大家會使用的是 那張TT的GX6顆能量 把能量全部吸回去 是 所以一旦你完成這個條件之後 你後面有一個 200次的打手在 不管是蒼翔 還是他的副打手 像現在很多人的三神的 會搭閃電鳥吧 也會搭火焰鳥 其實都耐不住他一拳 所以我覺得這個combo 會變得很適合 確實是蠻強的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彈推出的 新人物卡 OK 因為道具卡 我覺得就大家自己看 道具卡我覺得參考性質還好 所以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比較重要的人物卡的部分 好 首先我們麗莎復刻啦 麗莎算是我們BW時期的一張卡片喔 那他的效果呢 是把手牌洗回去抽五張 比竹籃少一張 所以 實用度可能也比竹籃來的低 但是大家要想一下 我們現在能夠綠牌的卡要哪些 抽七 然後還有 瑪莉嘛 通常我們會放到這兩張嘛 抽七跟瑪莉嘛 但是因為瑪莉呢 你要把你的手牌放到牌底 可能有一些人比較不想要把手牌放到牌底喔 可能會有一些重要的卡 會被洗進去牌底 不好 所以 也可以改放這一張 這一張也是不錯的 洗回去抽五張 也還算可以啦 那他的 拳圖現在已經貴到爆了 日等拳圖已經貴到爆 已經爆啦 超貴啊 現在拳圖已經超貴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隔壁的 席加納的決心喔 這張卡必須將自己兩張手牌丟掉才可以使用 從自己的牌庫呢 抽出與對手場上 寶可夢相同的卡片 這個跟麗加有異曲同工之妙 感覺跟麗加蠻像的 對蠻像的蠻像的 蠻像的 那 丟兩張牌 好像也蠻搭烈空座的喔 感覺就是來雷空座打無幾用的啊 感覺可以放來打無幾啦 就如果你要丟掉 例如說你 鋼屬性 你要丟鋼能量 或者是你 玩雷空座的要丟電能量 好像都可以用這個方式去丟 那再來是我們的小朋友 那這個小朋友呢 他的效果是 從自己的牌庫抽兩張卡片 那假設對方的獎勵卡 是五張 或三張 或一張 的話那可以再抽兩張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好那接下來呢 影片的結尾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次的高版本 這一段的高版本呢 哇 經電人啊 金色的 對我覺得這個山脈很特別喔 他這個山脈剛出而已耶 他剛出就出金的 我們之前都是過了一個彈數 才出金的場地 結果他這個剛出就出金的 哇 當然啦 要配合爸爸 裂空座啊 真的喔 配合爸爸 配合爸爸 那我們上一旦的雪妖女也出了金的 雪妖女雖然 實用度偏低 但是我覺得也不錯啊 好 那再來全圖的部分呢 剛剛的那三張全圖 我覺得 都蠻貴的啦 除了這個小弟弟以外 這兩張都蠻貴的喔 目前日本 兩張卡圖都不錯 尤其是這一張實用性的卡片 這張實用性的卡片 就是貴到爆啊 實用卡一定都會比較貴 蠻合理的 對啊 那麼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意圖 意圖我先給大家看第一張 這張也有出意圖 卡圖蠻可愛的 很像我們之前那個龍捲魚的畫風 然後再來是裂空座 欸 C.O.你記一下這張裂空座的卡圖 記著喔 你先記著 我等一下把他放的 就要給你看 好 那再來 我們來看 意圖的 裂空座跟快龍 這三張是 價格比較高的啦 雖然快龍 可能沒有到 覺得那麼強 可是 他的意圖蠻可愛的 那裂空座呢 有兩張意圖 一張是V的 一張是VMAX的 那普遍的玩家都覺得 這張VMAX的 誠意不足 雖然他現在還是這一彈 最貴的卡 那很多人甚至還覺得 SR的比較好看 那C.O.自己怎麼想呢 我覺得 VMAX的沒有到 很好看 但V的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嗯 V的還不錯啦 我覺得V的還蠻好看的 就有人說 VMAX這次真的誠意不足啊 比起之前來講 我自己覺得的話 還行啊 我覺得蠻酷的啊 我自己覺得蠻帥的 還可以接受 那V跟VMAX 你就選一個 V跟VMAX 這兩張 畫面上這兩張 V跟VMAX喔 V吧 呵呵呵呵 欸對 OK 好了 可以了 可是 湊到在講啦 好不好 呵呵呵 當然 湊到在講 沒有信念啦 對啊 好啦 那總之就是我們這一彈的介紹啦 那麼我們裂空座呢 即將登場了 7月23號就要發售啦 我覺得 這裂空座真的蠻強的啦 如果喜歡裂空座的朋友 不要錯過了好不好 而且 未來也有可能會推出 色違嘛 所以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 或來我的粉絲追蹤讚 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分享 那麼也謝謝C.Y.O.大大 今天陪我們一起看星蛋 那我們下一集呢 會來跟大家解說 摩天巔峰的牌組 就請大家多多期待囉 OK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掰